巴基鲁面包果树在夏天出产它 是花莲独特有的传统美食 而光复乡的泰巴朗新南社区发展协会 结合了光复堂场还有工部门 5月7号盛大举办了巴基鲁时装秀 乡内有10个部落文件站的长辈们轮番上台 穿戴用巴基鲁果叶所做成的创意饰品服饰来走秀 让到场的现场时尊卫看得目不转睛 每一位部落文件站的长者穿戴着 以巴基鲁叶子搭配阿美族支线 统制成的衣帽或饰品 在台上走秀展示 创意巧思精巧的手工全场风靡 阿美族人称之为巴基鲁的面包果树 为阿美族最常见的传统植物之一 也衍生了巴基鲁的饮食生活文化 大约三年多前 部落族人开始填掉面包果树生态 与部落文化间的关系 进而透过了现在的文件站来强力发扬推广 相当受到部落长者的喜爱 这一次泰巴朗西南社区发展协会 结合了光复堂场及工部门 今年盛大举办 把揭露时装秀 到场的县长许正伟看了目不转睛 我们推动部落旅游的时候 还有我们现在在推动漫食 漫食节 漫食活动的时候 其实这也是很好 很好一个包材和素材 对不对 所以感谢大家推这个县阳 我们自己的人民文化 然后把它让台湾全部都看到 而且世界也看到 光复乡目前有十个文件站 光是泰巴朗部落就有高达七八个之多 今天也借此同步办理文件站 学习成果展 以及母亲节庆祝活动 乡长林清水表示 各个文件站除了是可以彼此观摩交流 相互学习 也共同提前庆祝母亲节 光复乡有十个文件站 我们去年成立一个 然后其实我们最近 也在训练我们的招呼员 希望光复乡再成立四个 一个大统 一个天主教 一个基础张老教会 一个香刀场 他们如果在盛景之中 如果盛景化 我们可以再多四个 对我们的演出人部落的长者 可以多一个学习聚会 然后快快乐乐在一起的一个地方 全乡各个文件站全员到齐 将泰巴朗技术广场 极好极满 行程满党的县长 雪震卫也从花莲市赶到现场 依依汉部落长者寒暄问暖 拍照纪念 亲和力十足 而看见部落长者 每天踊跃到文件站 共餐共学 县长雪震卫也高度肯定 鼓励每一位长者都能参加 一起共好共老 记者石油栏光复采访报导 各个石油栏光复采访报导 我也认入了